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新闻大事件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2023年11月19号 首先感谢上周观众朋友保罗给我们的捐款 也感谢观众给我们点赞和鼓励 谢谢大家 这一集的新闻大事件 我们聚焦刚刚落下帷幕 在旧金山举行的202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 除了21个环太平洋地区会员经济体的元首峰会 及多次部长级会议之外 今年峰会的重要主轴之一是拜习会 全球瞩目它的发展动向 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之后 双方都表示取得了一些正面的成果 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所到之处 场外聚集了欢迎他的粉红 以及抗议 要求结束中共政权 习近平下台的一些意见组织民主人士 这段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 或者是被认为非常鼓舞人心的事件 那么先来进一段广告 根据网络科技公司的数据报告显示 每37秒就有一个用户受到网络犯罪的侵害 可见在当今的网络数字时代 个人信息或公司数据已经成为了网络犯罪分子的重要目标 可能您会想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呢 又不是像马斯克一样的大名人 黑客怎么会想要我的信息呢 其实呢 每个人 您的信用卡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 甚至是医疗记录信息都很值钱 在暗网上都可以卖到上千元 所以无论使用公共WiFi还是家里面的私人网络 我都会使用ExpressVPN来保护网络安全 ExpressVPN可以百分之百的加密我的数据 并且把流量重新的导向到安全的服务器上 任何人都无法窥探我的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 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是ExpressVPN功能强大 但使用起来却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轻按中间的按钮就可以连接 ExpressVPN被CNET TechRadar 福布斯等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评为No.1 如果您也想像我一样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现在点击视频描述栏中的链接 ExpressVPN.com-sohtv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接下来我们来看本周的新闻大事件 对于拜席会有独到见解的一个观点 被广泛的引用 会前中共外交部周一13号称 旧金山举行的中美援手峰会三原则 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美国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指出 中共所谓的三原则说的是老调 他解读所谓的相互尊重是要求停止 因为中共镇压和不当行为而指出它的不好 所谓和平共处就是中共想按照它的治理模式主宰世界时 以牺牲现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法为代价 世界不许抵抗 所谓合作共赢其实是中共赢两次 美国输两次 专家们怎样剖析解读这次峰会呢 请看接下来的报道 综合媒体的报道 11月16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执行长峰会上发言时 向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和执行长表示 美国致力于高标准的贸易和伙伴关系 这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 他说 美国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合作伙伴 我们不会离开 是你们可以信赖的 拜登毫不会远地表示 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朋友 可以为企业提供比北京更好的选择 美国正在去风险化和多元化 但不是和中国脱钩 在维护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美国和北京存在真正的分歧 将继续通过明智的政策和强有力的外交 来解决这些问题 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来保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 拜登说 在前一天的拜习会上 他提醒习近平 为什么美国如此参与太平洋事务 这是因为我们是太平洋国家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才有了和平与安全 让你们得以成长 习近平没有不同意 早在APEC峰会之前 美方就表示 两国不会出联合公报 会后 拜登在记者会上说 这次跟习近平的会谈是我们进行过一些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 我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 但总是直接了当地说 当被问到是否信任习近平时 拜登说 信任 但要何时 路透社 加州时间11月16日报道 15日 拜登在旧金山以南 约30英里的菲洛利庄园和习近平会晤了约4个小时 两个人同意开通总统热线 恢复军事接触 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双方将在遏制芬太尼的生产和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做出努力 报道认为 这显示出 一年来 他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白宫表示 拜登提出了华盛顿关切的领域 包括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新疆 西藏和香港人权 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性活动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在承诺恢复沟通之后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中共任命国防部长之后与其会面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军事专家李正修向本台分析 基本上美国也很务实 知道很多东西不可能利用这次拜习会迎刃而解 以拜登或者是以美国的立场而言 习近平愿意承诺恢复美中两国军事对话机制 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 因为两军的在印太地区 特别是比如说台海也好 甚至于南海的对峙越来越多 就怕插枪走火 所以他们才希望积极地恢复这样的一个沟通 其他的当然他们希望市场经济 市场要开放 对经济管制要减少 芬太尼的管控等等 也表达立场 事后美国还是要看中方会不会落实 你习近平在拜习会当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 对于美国来说 你承诺是一回事 是你有没有落实 这个才是重点 不可否认的是 就是因为以前中共太多 违反承诺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才会再补那句话 要核实 现在习近平也同意 问题是 接下来愿不愿意做 还是你一再推 再推迟 拜登说 我们回到了直接 公开 明确 为基础的直接沟通方式 引发全球哗然 令布林肯冒汗的是 拜登后来回答提问时 告诉记者 他并没有改变对习近平 是独裁者的看法 拜登解释说 因为习近平管理的国家 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和我们的政府形势完全不同 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声称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一名美国官员描述了会议上 双方在台湾问题的交谈 中共称台湾是民主岛屿 声称是他自己的领土 习近平告诉拜登 中国倾向于台湾和平统一 但是接着谈到可以使用武力的条件 拜登强调台海需要和平与稳定 他主张维持现状 要求中共尊重台湾的选举过程 这位官员引述习近平的话说 和平是好事 但到了某个程度 我们需要更全面的解决问题 中共党候媒体报道称 习近平敦促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把支持中国与台湾所谓的和平统一 付诸行动 习近平还跟拜登宣称 地球大道足以让两国取得成功 拜登表示 美国和中国必须确保 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 并且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 李征修认为 在台湾问题上 美中之间可以说是各说各话 各自表达立场 美国认为 美方提供台湾的是防卫性的武器 不具备攻击性 如果不武装台湾 台湾就会被迫投降 所以美国不可能接受中方的条件 自身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向本台分析 这次习近平说出这个话是前所未有的 相当于他是当着拜登的面 毫不掩饰地再次重申 他一定要吞并台湾的这个野心 中共建政以来到现在 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 海峡两岸获得了几十年的和平 双方进行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时期 什么叫做所谓更加广泛的解决方案 那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他其实是不认可当前这种和平的形式的 当前和平的形式就是维持现状 台湾保持一个不同也不独这种和平 但是这个时期可以说他已经终结了 习近平他非常明确表示他不认为 至少不是他想要的这种局面 说白了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把台湾吞并进去 把海峡两岸分制的一个现实 把它给抹杀掉 就变成只有一国嘛 用他的语言来解释 这个就是更加广泛的一种和平的方案了 那么相应的反过来就是拜登对他的这个回应呢 不得很清楚 美国是希望海峡两岸应当要维持一个稳定与和平 不允许单方面的改变现状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中美双方最大的分歧的焦点 就是在改变现状四个字 不仅美国要求 台湾也非常希望维持现状 但是习近平的基点就是要打破现状 唐靖元强调 这一点就注定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不可能真正能够走向友好和恢复关系 因为在台湾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 中美之间的态度其实是尖锐对立的 随着时间的退役呢 有可能这种矛盾还会更加的激化 还会要加剧 所以这一次的习败会 严格说所取得的这一点点 所谓双方的这种缓和呀 共识呀 恢复了一些沟通机制啊等等 只不过是一种战术性质的缓和 不过是一种策略性质的 或者说是临时性质的这样一种缓和 总的这个中美之间对抗加剧的这个趋势 它不会停止 甚至在未来还有可能会更加的加剧 此外美国官员还表示 会谈开始时习近平对拜登说 自一年之前在巴黎岛上的那次会晤以来 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提到了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 称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两个大国来说 背弃对方不是一种选择 一方改造另一方是不现实的 路透社15号报道 在拜登习近平和双方官员会议上 习近平告诉拜登 台湾是两个超级大国面临的最大最危险的问题 中国没有计划在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也讨论了可以使用武力的条件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志认为 习近平的承诺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他向本台分析 所谓的未来几年是多少年 是个未知数 白宫也不会过于乐观或者是天真 把习近平的回话当作真是那么一回事 习近平有欺贫在先 好比说他当初跟欧巴马说 他对南海岛礁的建设以及军事基地化 中国不会继续的扩导 也不会实施军事基地化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习近平欺骗了欧巴马 所以如果习近平这样子回复拜登的话 我觉得用台湾的说法就是听听就算了 我觉得中国一样会很认真的准备 提升他的军事国防 相信美国在印太战略的这个框架下 也会持续地加强对第一岛链 还有第二岛链绑物的工作 整体来讲 台湾问题还是各说各话 没有真正的一个compromise 如果有妥协 我会想要看到北京承诺 不在军机绕台 飞机船舰不会跨越海峡中险 也不会进入台湾的ADIZ 那你美国接下来明年后年 有一些军售的部分可能就不再推动了 或是一个五年的承诺 逐渐的减少 双方维持台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buffer 一个缓冲 这个是一个妥协 双方共同的让步 但是没有看到这样的 当靖元分析 习近平的说法不完全是撒谎 但是肯定他说的也不是实话 习近平想要吞并台湾的野心是毫不掩饰的 而且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 达成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武力吞并台湾 一直都是习近平积极的筹划筹备的一个计划 据中共党候媒体报道宣称 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中方的报道还称 拜登与习近平的会谈 自北京时间16号凌晨约3点20分开始 5点35分就结束了 会谈约2个小时15分钟 比之前预期的时间还要短 会谈之后 两个人一同参加晚宴 一起短时间的在菲洛利庄园散步 唐靖元认为 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 也许随着中共对台湾海空的骚扰程度 能够有所收敛的话 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支持 军备出售等方面 也许会适当的调整幅度 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状态 那么相应的如果说习近平 今天单方面的加大了对台湾骚扰 对台湾这种渗透的力度 那么相信美国一定也会加大 对台湾的支持的力度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这个大的趋势 它其实是无法扭转的 它已经是不可逆的这么一种状态 14日APEC21名成员部长级会议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会致辞时 引用2020年APEC领导人吉隆坡宣言 展望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 活力 强忍 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他说 虽然各国政府在实现更繁荣的未来方面 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但这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 仍然面临着许多经济挑战 布林肯强调 美国相信一个地区 可以让经济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 与合作伙伴 可以公开处理问题 透明的达成规则 并公平的应用 可以让商品思想和人员 在这里合法自由的流动 他没有提到中国 但是舆论认为 近年来 美方指责中共利用经济压力 和在海上日益升高的独裁行为 欺凌印太地区国家 试图破坏美国和盟友建立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陈亮志分析 APEC本身是经济论坛 当然强调经济的面向 但是不可否认的 也一定会影响到政治 虽然之前 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把美国 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来拯救回来 所以他推动美国优先 但是拜登政府基本上还是回到了自由贸易的主张 美国很有信心让他持续下去 而不担心因为中国的市场崛起 会把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给破坏掉 或给摧毁掉 看起来习近平整体来讲 中国的经济是在下行 但是他对一带一路的坚持 目前来看并没有缩手 在一带一路在南海 对邻近的国家的确还是有一种 比较强势的这个作为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国际的舆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李正修认为 布林肯的谈话是在提醒中共 应该降低或者是减少政府 特别是中共官方对于市场经济 民间经济活动的干扰 他分析习近平上任之后 中共的手一一伸到了民间企业 不说中国自己的企业 甚至合资外资企业也都想要干预 所以这当然是美国这次APEC会议的一个重点 提醒中共不应该走回头路 坦白讲不容易 除非习近平他有意识到说 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 真的就放松对于经济 特别是民间经济活动的管制 然后才可以恢复外资外企 对于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信心 如果他们依然用意识形态管理经济活动 特别是回到以前旧时代的计划经济 那确实布林肯的谈话就有如丢到水里一样 完全记不起任何的回响 大家看不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前景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 还有很多这样房地产等等 这方面的问题习近平现在还束手无策 所以就算他现在这一次利用APEC的机会 向美国大企业的CEO老板喊话 说要对中国市场有信心 可是如果他们不改变 他们管控经济活动的做法 这样的政策的话 坦白说外资还是会抱持观望的态度 综合路透社等媒体的报道 习近平在美西当地时间14号下午3点 抵达了旧金山 事实他自2017年至今6年来首度访美 美国财长耶伦 加州州长纽森夫妇 美国诸华大使伯恩斯 和多名中共在美官员去接机 据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网讯息 北京时间4号晚间 习近平乘专机从北京飞到美国旧金山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和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多名官员陪同 中共官员在习近平抵达旧金山市之前 就组织了在美的华人、学生和华侨 打着中共血旗在习近平到达的地方列队欢迎 同时抗议的多个团体也没有落下 紧随习近平的所到之处 高喊打倒习近平时 一个罕见的景象 一条长长的横幅 旧金山的上空飞翔 上面写着 结束中国共产党 自由中国 自由香港 自由西藏 自由维吾尔人 中国人权组织执行长周锋所向本台介绍 这次抗议习近平的活动在美国的民运 人权界全面动员 很多的组织 各个群组都有参加了 我们这次主要的投入就是 我们租了一个飞行海报 在旧金山上空一直小心保密 因为如果事先通知 有可能这些机场都受到压力 都有可能 所以最后要出发前几个小时 我们才开始通知向你们 还有其他的媒体 这个路线就是从Livermore那边出发 经过整个湾区 而且在习近平要到的几个重要的地点 比方说机场和他的旅馆都有停留 选择了那样一个标语 正好是他这个字数最长线 正好把我们现在要的诉求都讲出来 就是要结束中共 要解放中国 要给香港自由 给西藏和维吾尔人自由 在各地都有不少的人看到 反应是非常好 因为在地面上有不少的活动 但是在天空中 有这么一个响亮的口号 还是非常令人鼓舞 令人难忘的一个场景 这是这一次抗议习近平 一个有创意的活动吧 周峰所表示 其实在旧金山的这些抗议活动 面临很多限制 原来希望习近平在当地的时间 飞行海报 能够一直在空中绕行 但是习近平抵达之后 整个旧金山湾区上空就禁飞了 一直要到周五才能够结束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限制 就是每一次中共这个专制暴军来访问 旧金山的警察都是对于我们这些民运人士 就是奥连大地 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旅馆边上 它都是允许这些支持中共的人 海长队做很多的表演 但是我们的空间就比较少 但是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发出这个声音 还是感觉有些欣慰吧 写成英语的 当然主要也是要给美国的民众和政府发出这个声音 就是虽然一个专制暴军 不能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做上兵的 美国跟一个专制政府是不可能有长期的合作的 经济上 技术上的往来只能是洋虎一换 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信息 《声音看点》播客记者子涵专访了拜席会当天 装扮成中国皇帝 在会议场外抗议的民主党人士王中伟 他暴打了中共用钱买来支持习近平的粉红 王中伟曾是大陆的小企业主直播带货的网红 今年3月份他一家老小六口人 途经三万五千里十个国家地区 以走线的方式来到了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他的目的是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垮台 王中伟说 在美国我们就想做个善良正义的普通人 快乐和正义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其他都不重要 目前来讲我们去民主抗议的这些人还是少数 在国外的这些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你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 那个国家能变得更好一点 那片生你养你的土地 如果你对他有感情 那请你跟我们一样行动起来 不要只是做个坎坷 周峰所说 中共运用各种动员 找到了很多人去欢迎习近平 但是大环境已经改变了 这些人显然不像以前那么疯狂 他们回忆令他们印象最深的 是2008年中共的奥运火炬 从旧金山通过之后 当地出动了几十万华人 而且当时他们在很多地方打人骂人 把我们的一个朋友打得投出血 我个人也被他们围攻很久 当地警察根本是袖手旁观 没有做任何事情 这一次这个表现也是不出意外 他们用那么大的力气 来迎合一个专制国家的暴君 那旧金山人对于旧金山的败落 是有目共睹 旧金山的商业房地产 有些地方掉价掉了三分之二 就是历史没有的灾难 应该把这些政府都换掉 有一个军政对选民负责的才好 这是我对旧金山市民的一个呼吁 此外 这次APEC会前 引发舆论关注的一点是 加州州长纽森公开承认 因为高级领导人要进城 所以清查了旧金山的街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地10月份就开始清理城市的容貌 无家可归者长期占据的街道被清空 旧金山标志性的市场街附近的 涂鸦和垃圾都被清理 并且放上了装饰物点缀 更离奇的是APEC会场 马士孔尼会议中心周边早早就架起了高达14尺的铁丝围栏 周峰所强调 当地的景象很像最早人们看到的新疆集中营的情况 这也是显示出中共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个面向 和中共这样的政权接触交流 它的所作所为在各个方面都会直接的影响到美国这个国家 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 我想我们在这里发出的就是中国这些普通民众的声音 在中国是听不到的 我们所关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受害者 每天面临的迫害是非常令人发指 不能容忍的 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 这是我们在这里做所有活动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下榻的旧金山 瑞吉酒店在APEC峰会会场马士孔尼中心附近 中共包下了20层楼的260个客房的整栋酒店 据网上公开的资料 瑞吉在当地248家酒店中排名41 是5颗星级的酒店 13号 饭店一楼及车道已经打起了白色的布棚 称当习近平的坐车抵达饭店门口时 降下布棚 就可以在不被外界跟着看的情况之下进出饭店 饭店二楼整片的帷幕玻璃已经被粘上了雾面贴纸 据报道习近平的坐车是专门从大陆运过去的 外界看到照片后纷纷的嘲讽 说王毅安排习近平坐灵车 住进灵堂 随后白色棚子外侧又盖上了蓝布 可能是想装饰一下 但看起来就更十足的像个灵堂的摆设了 网上议论的更热闹 有个网民说好诡异 就差个吹索纳的了 唐靖元分析 之所以出现习近平住灵堂坐灵车这种乌龙事件 恰恰是中共自己非常扭曲的极权体制 要特别体现他的权力审美 处处要摆谱 要跟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的派头 这种行为所导致的 就像习近平出访南非出席金砖峰会时一样 这次旧金山酒店总统套房的所有家具器具 也要全部都换成从中国带去的 他认为绝对安全的东西才可以 观众朋友请持续关注新闻大事件节目 也请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会